这群人都能使人名叫 什么叫杀鸡击子的滇滋战 解放军的数十万大军 以排山倒海之势 进击高屏 前击甘堂 打出万炮轰亮山的壮举 仅有28天就狠狠地胖揍了一顿白眼狼 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 凯旋回朝 整场战斗 以摧枯拉朽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不光沉重打击了越南当局的嚣张气焰 更让北方大国扩张的野心 也得到了遏制 那么一个在别人的炮火下 挣扎了半个世纪的国家 为何会如此的不知天高地厚呢 沉冰百万的毛雄 为何到了关键时刻 又被信弃义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被而不发的巅峰之境 是如何让毛雄 一个到了门口的屁 硬生生地咽回去的吧 前面我们讲到 解放军的数十万大军 从东西两线同时出击 直接将越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线部队在仓促应战的同时 还在参加集训的军官 也匆忙赶回了各自的部队 但也为时已晚 防线已多处被击破 一向嘴硬的越军 在傍晚时分以广播电台的形式 向来发表声明 说解放军对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不仅有大量的步兵 还有炮兵与装甲部队参战 并要求我军立即停止进攻的同时 还声称要予以坚决反击 并第一时间向他的主子大毛求援 说到毛熊可谓是贼心不死 在珍宝岛一战大败后 除了窥视北方领土的同时 更想插手东南亚 而越南老更是狼子野心 他们在赶跑老美的同时 还得到了大量的先进装备 不光自称自己是第三军事强国 更有称霸东南亚的野心 所以干柴烈火 一派集合 在1978年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结成了军事同盟 企图以南北夹击之势 让解放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而且这只猴子还真心实意的蛮干 他不断在边境制造事端 目的就是挑起战争 之所以有如此的嚣张 关键就是背后有毛熊给他撑腰 当然 他们在向大毛求援的同时 还不忘拉上两个邻居 老沃 柬埔寨 并死皮厚脸的说 以往三国的百姓如雨水关系 曾一起抗击过法美侵略者 如今更应一条心 共同抗击解放军 但人家早已心知肚明 根本就没人搭理他 当战斗正式打响后 大毛的表现 就更是让他摸不着头脑 作为同盟国 嘴炮是必不可少的 但除了发表声明 打打嘴炮 给他们送来一批装备好 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不是说陈兵百万吗 不是说好的双面夹击吗 为何只见雷声 不见雨滴呢 这就跟决策者的高瞻原主 密不可分 为了防范大毛从北面发起进攻 其部署可能不亚于抗美援朝 当时 解放军在北面布置了四岛防线 还挖了多个大型的藏兵洞与防炮攻势 各级高炮 榴弹炮 导弹部队全部进入一线阵地 为了对应北方的严寒 坦克 装甲车全部提前预热 确保能随时投入战斗 在对越反击战打响前的八小时 所有部队全都进入一级战备 很明显 长弓已上弦 只要对手有一丝风吹草动 迎接他们的僵尸一阵炮火覆盖 紧接着就是不坦协同的巅峰反杀 如此严密的部署 我估计 当时没有几支军队敢与之抗衡 当然 毛雄也并不傻 更不会傻到为了越南这个炮灰来以名相搏 如此大的军事行动 以他们的侦察能力 不可能一无所知 他更清楚地知道 如果贸然发起进攻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个怎样的结局 所以硬是将一个到了门口的屁 给压了回去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坏毛病都是灌出来的 改掉坏毛病的办法就是 只有将他打疼 将他打怕 彻底将他打服 不可能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